萬人挺喉 騎海飄揚 侯友宜大慶場獲得支持者喝彩 桃園市長張山正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來因眾多小機台上一次排開 團結拼輪替 台灣再處罰 我們今年大家支持 我們的侯友宜進總統府 讓我們六位立法委員全力打 好不好 好 我們把和平大門打開 不要有戰爭的陰影 這是2300萬人最大最大的追求 政治人物 尤其是中華民國總統 他有這個責任跟義務 帶領我們走這條和平的道路 所以各位大桃園鄉親 請你們1月13號 集中所有的選票 要支持我們侯友宜市長 侯友宜更罕見提到 當年陳慶欣挾持南非五官內幕 一個這個殺人無色的歹徒 紀元一支錢剛才我頭上 叫我雙手走起來 這是我自私人做到最大的侮辱 以前是我叫別人雙手走起來 他把我摸摸摸摸摸到我靠底了 一撲一撲 穿著要把它叼著 要把它開來的時候 我跟他說一幾個而已 三伯爺是大哥大 你身上不是穿 你這樣放了 我說人呢 有人在旁邊 更提醒大家 以巴為基 俄乌戰爭 兩岸更需要和平 南非中華民國永遠站下來 我們來選一個 必戰的總統 選擇一個能夠創造 兩岸和平的總統 晚會飄著毛毛細雨 但支持著熱情相挺 人海中星光點點 萬人挺喉 大造勢 有溫暖 有感動 團結是最大的力量 閃靈新聞 桃園